來 咪咪高娃小朋友來幫忙 他的手 BIG GEE 米uzzir 懂得超級多 陪你一起来思索 BING fucking 米富 Style 米富 Style 不怕问题多 陪你一起去探索 米过往只是 好多好多 米米国王 え? 咪咪國王 咪咪國王 為什麼 咪咪國王 為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想法多多 努力用功 說話 嘻嘻口口的 嘻口美笑咪 哈囉 大家好 我就是天生帥氣 智商190 帥到讓你偶依偶依的 天才歐巴 歐哈喲 歐哈喲 你的手怎麼了 這個 沒有啦 這個其實是 一點小傷啦 一點小傷就要包得這麼大 Kiko 手指腫成這麼大 你該不會是 在迷迷動物園 看到酷蒙小刺蝟太可愛了 就伸手去摸牠 然後被牠背上的刺給刺到了吧 沒有啦 咪咪國王 我才不會做這種蠢事呢 不然我們來問問看小朋友好了 小朋友 你們覺得 歐哈喲的手為什麼會受傷呢 Kiko 你們覺得是不是歐哈喲 在縫衣服的時候被刺到呢 有沒有可能 還是牠在搬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壓到 壓到手有沒有可能 你們覺得有嗎 有可能耶 歐哈喲 你的表情有點心虛喔 該不會被小朋友猜中了 還不承認 不然這樣好了 國王趕快拿出你的新發明 說實話的切切翻譯機 我們來看看歐哈喲 是不是在說謊 Kiko 好喔 等等 有訊息來囉 咪咪咪國王 你好 仙人掌為什麼刺刺的 咪咪國王為什麼 這個問題 仙人掌為什麼會刺刺的 歐哈喲 你應該知道答案吧 唉 這個問題啊 我當然知道啊 我的手指就是被 我是說 我當然知道答案 但是啊 我還是想先聽聽小朋友的想法 小朋友 你們覺得仙人掌為什麼會有刺呢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耶 那還有別的嗎 他們覺得仙人掌是為了保護自己 才有刺的喔 小朋友覺得仙人掌要保護自己 或者是覺得很害怕 咪咪國王 以上是小朋友的答案 請你參考 參考 Kiko 很好 關於這個問題 問我就對了 我已經蒐集了一些資訊喔 看過來 看過來 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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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熊牛仔 不要以為你今天比我多笑一聲 就會贏我 聽好囉 今天我要讓你見識見識 我的厲害 你一定是被沙漠裡的太陽 曬暈頭了吧 想要贏我 根本不可能 廢話不多說 免得口渴 沙漠裡可是找不到水喝的喔 待會兒我們就往前走三步 數到三 誰贏 今天的機會就給誰贏 好 公平競爭 開始喔 1 2 3 我輸了 今天就由我來跟大家說 為什麼仙人掌有刺 請說吧 其實啊 仙人掌的刺啊 是用來裝飾 或者是給人觀賞用的喔 刺越多就越帥 真的嗎 真的嗎 你確定嗎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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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對不對 剛才的牛仔他們的答案實在是太好笑 太奇怪了 應該趕快來聽聽我們的答案 我們長期流浪在這片沙漠裡 對沙漠中的動物跟植物可說是非常的了解喔 為了生存對仙人掌更是遼弱執掌 話不多說那我們就用唱的唱給大家聽 仙人掌為什麼會有刺 因為那是他的植子 植子植子植子 耶耶耶耶 Hola 沒錯 仙人掌的刺其實就是為了適應環境 保護自己的葉子喔 大家都聽懂了嗎 選好答案了嗎 小朋友你們覺得是因為仙人掌 想要保護自己 維持身上的水分 所以才有刺的請舉手 哇 小朋友都認為是第二個答案耶 這個問題的答案太簡單了啦 我選第一個 就是仙人掌有刺就是帥帥帥 就像我一樣帥到喔一喔一 然後全身散發出四年的光芒 仙人掌他只是植物啊 怎麼可能知道自己有沒有很帥呢 我覺得答案太誇張了 還不是呢 仙人掌有刺就是帥啊超級帥 先冷靜冷靜 我覺得這一題呢 我們還是問一下 咪咪國王的正確答案好了 Kiko 等一下 咪咪國王啊一定會站在我這邊的 好 你們兩個別吵了 仙人掌有刺其實是因為 Hola 由我們來解答 沒錯 仙人掌上面的刺 其實就是它的 因為仙人掌生活在高溫少雨的沙漠 所以它的葉子葉片如果越大 水分越容易蒸發 為了減少水分的流失 所以葉子慢慢地演化退化 變成現在又細又兼刺刺的樣子喔 沒錯 另外這些刺刺的葉子 是它最好的防禦武器 可以用來保護自己 避免被其他動物吃掉 小朋友想一想 在大自然裡面 是不是有什麼動物植物 身上也有尖尖的刺呢 像是刺蝟或是玫瑰花 都是為了保護唷 好可愛喔 哪裡有水啊 我是仙人掌 我聽說仙人掌裡面 有很多水分喔 你不早點說 還不趕快打開來喝 不要跟我搶了 嗚 嗚 嗚啦 這是危險動作 任何人都不可以輕易嘗試喔 嗚 就跟你們說這些針 是它防禦的武器 現在知道痛了吧 嗚 真的很痛 嗚啦 你們剛剛說對了 仙人掌是蘊含水分的 它尖尖細細的葉子 可以防止水分的消耗 而它發達的根 一旦遇到降水以後 它就會拼命地吸水吸水 把水儲藏在它肥厚的精裡面 精就會變成一個大大的水箱 在茫茫的沙漠裡面 旅行的人如果沒有水喝 就可以挖開仙人掌的精肉 找到水解決缺水之疾 我們學聰明喔 這次我們帶來的 挖沙神器 準備來開挖囉 不用那麼辛苦 自帶水和環保杯就好啦 來 緊仙人掌 乾杯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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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環璇牛仔 有沒有挖到水啊 沒有 趕快挖 有沒有只聽到一顆奇怪的聲音啊 看吧 答案就是第二個吧 原來是這樣啊 想不到葉子也是植物呼吸 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那植物的水分呢 也會從葉子跑出去喔 像仙人掌啊 牠們生長在沙漠裡面 為了不要讓水分呢 太快的消失 所以仙人掌的葉子 慢慢的就變成了 針刺狀喔 這樣子水分 才可以在仙人掌的身體裡面 留久一點來保護自己喔 昨天啊 我明明沒有要傷害牠的啊 只不過輕輕碰了牠一下 啊 接著手指就 所以歐哈佑 你的手指是因為被仙人掌刺到的啊 這有什麼好不好意思說的啊 因為沒有人會主動去碰仙人掌啊 我怕說出來被大家笑 所以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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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這裡 在這裡 來 眼睛一點點 看前面 好 準備囉 一起跳囉 走一走 戴上眼鏡 好 我們要變成仙人掌了 仙人掌有很多的姿勢 來 第一個 再換一個姿勢 好漂亮的造型 好喔 小朋友 接下來哥哥姐姐要變仙人掌了 不要被我們刺刀了 小心喔 小心喔 小心 小心 不要一次的 好 氣 好可愛 最後變成仙人掌 一起說刺刺 刺刺 刺刺 天圓的麻雞連在一起 像有點感到難以忘記 快樂的baby 永遠最愛你 陪你唱歌 陪你遊戲 永遠都是麻雞 永遠都是麻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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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願意 不要分離 永遠都是麻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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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麻雞麻雞麻雞 你是我的麻雞麻雞麻雞 要天天都愛你 要天天都在一起 小染染的麻雞 小染染的麻雞 黏在一起 像自己的感動難以忘記 快樂的baby 天天天都愛你 陪你唱歌 陪你遊戲 永遠都是麻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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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願意 一起願意 不要分離 永遠都是麻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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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麻雞麻雞麻雞 你是我的麻雞麻雞麻雞 要天天都愛你 要天天都在一起 要天天都在一起 什麼天天天都在一起 快樂的baby 天天天都愛你 那細 täсть ��고 ほほ 袜子是一对的 翅膀也是一对的 小朋友 赶快动动脑想一想 还有什么也是一对的呢 哇 双胞胎也是一对的耶 聪明的小朋友 你还想得到其他也是一对的东西吗 开心郊游的时候 最适合带这个可爱的车车便当了 今天是由专长可爱料理的甜心主厨 昭蓉老师和小助理菲菲 为大家完成美味料理 天竹鼠姐姐 我们要去郊游了 你要准备什么便当呢 哇 还没决定好耶 刚好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做便当喔 真的吗 那我们这是要做什么 可爱的便当呢 这一次要做 可爱的这色便当 还有可爱的小花玉紫烧喔 超可爱的 小朋友一定很期待吧 赶快来看看 今天要准备什么材料吧 好 第一个我们要来做的是 小花玉紫烧 好 那我们把蛋倒进来 那请菲菲帮我打蛋 把蛋拌散 对 先把蛋黄拖破 然后 对 搅一搅 可以搅快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要加这个是 柴鱼高汤 对 老师 那为什么要把柴鱼高汤加入蛋液里啊 因为加柴鱼高汤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玉紫烧吃起来更滑嫩一些些 口感会比较好 非常嫩嫩的蛋 很好吃 这边三颗蛋 我们就加三匙的台鱼高汤 好 那这边的话是酱油 那我们加大概 因为加太多会去影响到这个 小花玉紫烧的颜色 对 会太深 对 那我们吃到的玉紫烧呢 都是甜甜的 这甜甜的呢 可以用这个是味淋 或者是有的人会加糖 那我们大概加两匙 那这个口味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去做调整 好 那我们都加进来之后 我们就快速地把它搅拌 我们要来过滤它 这个代意也好过分啊 对 过滤的好处是它看起来的玉紫烧 上面不会有白色跟黄色 颜色比较均匀 好 那这样子的话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来煎玉紫烧了 我们倒一吃 哇 滋滋作祥 滋作祥 好 它这样一倒下去 那个香味就咻飘上来 好厉害 很快 好厉害喔 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动作 这边是让上面没有熟的蛋液 可以往下流 可以让蛋平均受热 没错 好漂亮喔 对 然后慢慢这样卷起来 对 好 我们这是第一折 第一折 那第一折好了之后呢 上面也要再刷一点油 刷一点油之后呢 把第一卷往上推 推过去 对 第二匙 倒进来 那倒进来的时候呢 要用筷子 把上面这边往上推 让蛋液可以往下流 它这样子第一卷跟第二卷 才会黏在一起 它们才可以合体 没错 那是 可是它没有小花的形状 小花的话呢 我们要用 保鲜膜跟竹块 让玉子烧变小花 好 就把我们的这个玉子烧 倒上来 玉子烧我们放的位置呢 这边保鲜膜折过来的时候 可以完全包覆起来 好像在包饭团 对 然后要稍微用力 像在卷蛋糕一样 把它变成圆形 你看 卷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距离 是不是刚刚好 可以顺势调整一下 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就是五角形 好 五角形呢 因为这样子我们不能 一直用手抓着 让它变小花嘛 所以我们来用橡皮筋 把它套起来 固定 固定 绑个两到三圈 所以等到它完全变冷之后 把竹块跟保鲜膜拆开 它就会像是小花形状 我知道了 距离就是它的花瓣的形状 真的是小花耶 好可爱 超可爱 好 有了可爱的小花玉子烧 接下來要做什么呢 接下來是我们要做 我最喜欢吃灶烧鸡腿了 那到底要怎么做啊 今天要大变身呢 是要把它做成 那我们就挤一点点 这个灶烧酱上去 老师挤得好漂亮喔 然后这个是 我放柴鱼上去 好的 再拍 最后撒一点芝麻 这样子 竹鱼烧口味就完成啦 光看它这个口水 都快流下来了 真的 好好吃的感觉 老师 可是我还没看到车车耶 菲菲说到今天料理的重点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制作 可爱的车车饭团吧 出发 我们这边呢 是已经先用白饭 我们用模具 先把它塑形好的 新干线的造型 那我们上面要加上它的窗户 跟它的一些标志 就是把它还剪成你要的形状 对 把它转正 好 好 我们把挡风玻璃放上来 好 很可爱 像爱心形状 对 看起来像爱心 再来这个是头的地方 车灯 车灯 那把车灯黏上去之后 我的车车饭团就完成了 等一下要换你们了 我们来做吧 车车饭团 对 车车饭团 那我要做白色 你要做白色吗 OK 那我就做姜黄饭团 所以老师这个可以发挥创意 可以 好 那我就发挥创意 可以 我的车车饭团完成了 我们的也完成了 车车饭团完成了 加上我们刚刚做的鸡腿跟玉子烧 再加上我们喜欢的蔬菜 就可以变成 车车便当咯 美味开动 我们的便当真的超可爱的 对啊 我最喜欢我小花玉子烧了 真的 而且大家有发现吗 老师还有做了一个水煮蛋的车车 超可爱 没错 做料理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发挥创意 不过便当好香喔 我们赶快开动吧 好 炸烧鸡腿很入味耶 老师把那个酱 整个跑到鸡肉里面 而且还是很嫩 真的 而且玉子烧 刚刚老师有说到 要加上柴鱼高汤 整个蛋吃起来真的非常滑顺 跟一般煎荷包蛋 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 很赞 好吃 菲菲你喜欢吗 喜欢 谢谢炸王老师带给我们 这么可爱的便当 不客气 下次我会带更多 又可爱又好吃的造型便当 分享给大家喔 好期待喔 那我们今天的游泳走咖 山伤 我要把它吃光了 我觉得 游客肉 我要来吃 一起再来复习 这道料理怎么做吧 全蛋加入柴鱼高汤 及胃淋打散 将蛋液倒入锅中 只半凝固状 将蛋卷往前推 再倒入蛋液 重复这个动作到喜欢的大小 蛋卷用保鲜膜卷起 外面用竹块等距离固定 冷却后切片 将照烧鸡腿 挤上美乃滋 柴鱼片 海苔碎及白芝麻 将白饭压磨后 用海苔片做装饰 最后用花椰菜 及其他食材装饰 就完成了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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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来